在南投有一家包子店 目前因为公读生开错了发票 把20块钱的金额结果key成了21万 就忙中出错的店家卖出了这颗包子 不仅挣不了钱 还得要支付这4万多块钱的税金 等于是赔钱了 于是呢 这一家包子店就贴了一个公告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去找一个发票 没想到还真的就找到了 就是这张金额为20多万的发票 让南投这家包子店急坏了 幸好协讯公告一张天拿到这张发票的民众 亲自送回美食广场 拿那个发票来还给我们 感觉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第一 现在已经上个天堂 我真的是如数中户 包子业者满是感激 因为当时假日公读生忙中出错 把原本一颗20元的包子 价格达成了20多万元 这差别光5%的营业税和15%的租金 店家就得多付出4万2千块钱 等于是赔钱买 把出错的发票赶紧报销 只留下银本当作警惕 更感谢拿到发票的六姓富人 除了补开一张正确金额的发票 更送上店内的包子答谢 毕竟这张错很大的发票 能够顺利追回 免去了4万2的税金 让店家也真的松了一口气 中间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 工业 转不一样 2万3的一口气 10万5的一口气